越王勾剑是下雨的后代吗?一直以来,这个问题困扰着史学界,两主文化的出土和一本古书的发现,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最合理的答案。 春秋末期,越国在越王勾剑的统治下,逐渐在东南沿海崛起,他发奋图强,灭掉了如日中天的吴国,而且还北上与秦国和晋国会盟,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。 可是越国是怎么建立的?第一代君主是谁?越王勾剑的祖先究竟是何人?在史学界却有着不同的说法。 史记中的记载,也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说法,认为越王勾剑是下雨的后代,下雨治水,周行天下,来到快鸡山会见诸侯群臣,后来就病死在那里。 到下雨的第四代孙少康时,为了祭祀下雨,就把他的小儿子无余驻守在快鸡,并在那里建立了越国。 吴虞也成越国第一任君主,然后不断世袭传位一直到勾剑这里。 不仅是史记,包括汉书和越王吴虞外传中,都详细记载了吴虞受风的经过。 甚至在今天浙江的惠基山上就有大雨的陵墓,相传就是下雨埋葬的地方。 但是一直以来这个说法都遭受质疑,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下面四点。 第一点是传位的代数太少,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说法,从吴虞到勾剑的父亲允长共经历了二十余代。 我们再看看同时期的中原王朝,从绍康到夏节传了十一代,从商汤到昼王传了三十代,再从周武王到与勾剑同时代的周靖王,共传了二十五代。 这样总共加起来就有六十六代之多。 越国的王位只传了二十一代,这中间有着巨大的差异。 第二点原因是夏朝人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北方,而且夏人居住的中心也是在津天山西和河南这两个地区。 根据这个推断,夏宇不可能跑到浙江的惠基山,并且还埋葬在那里。 第三点是风俗习惯的不同,夏朝人是北方民族,而越国是南方民族。 越国人通常都把头发剪得很短,还喜欢在身上刻画很多龙和蛇的图像,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纹身。 这些都与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是不同的。 第四点是人民和嗜好都与中原民族不同,因为中原的王朝都讲究嗜好和名号,而且这些嗜好和名号都是有意义的,而且成了古代帝王、大臣、学者和贵族的尊称。 但是越国国君的名号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意义,都是用谐音字拼凑而成的。 比如说越王勾建的嗜好叫嬴直,到底是什么意思呢? 勾建的孙子名叫不寿,很有可能意思是寿命不长。 很早就夭折的意思,这在北方华夏民族中是绝对不会有的。 但在另一本史书国语中记载嬴是越国的国姓,越国的国君名称是姓而不是名。 战国墨赵国人所编的诗本,也称越国国君是姓,并明确提出了越国与楚国是同一个祖先。 然后三国时为昭作的国语助理更说勾建是祝荣的后代。 祝荣相传是楚国国君的先祖,一个掌管伙的官员。 在墨子非公片中也记载越国的国君是有巨士的后代,而根据考证,有巨就是楚国的国君熊渠。 楚国的国君熊渠曾经封自己的小儿子为岳章王,因此越国国君的真实姓氏应该与楚国是一样的。 而且岳国开国的国君就是楚国国君熊渠所封的儿子岳章王。 不过这个说法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,比如说岳王勾建曾经派使者连击到楚国去访问。 在楚王的面前连击,称岳国是周王室所分封的,并不承认是由楚国国君所封的。 范里也曾经对吴国的使者说过,岳国的君主的祖先是周王室,而从来没听说过与楚国有什么关系。 而且根据相关的记载,楚国的国君听了岳国传功唱的歌,却说不出来传功唱的歌词是什么意思,只能找翻译把它翻译成楚国的语言。 这里也可以看出楚国和岳国两国的语言是不通的。 根据荀子的记载,楚国、岳国和夏朝有很深的隔阂的,如果岳国的国君与楚国的国君是同一个祖先,这两个国家应该早就出现融合,而不会出现后面的这种情况。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岳国与吴国是同一个种族,因为他们的语言相同,吴子虚就曾经说过吴与岳语言相通。 另外两者所处地理位置也相近,两国都处于古扬州的地界,农业上也一样盛产水道。 更擅长手工业,而不擅长青铜冶炼。 根据州里考工记的记载,吴岳两国的风俗都基本上相同,都有断发纹身的习俗,而且两国都有男女在同一条河里沐浴的习惯。 还有在民族性格方面,两国也非常的相同。 根据汉书帝理智的记载,吴岳两国都看清生死而对替发不在意,可见两国同族,是有充分根据的。 吴国的国君据说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,在史记和左传中都有这样的记载。 既然吴国的国君都是北方周人的后代,那么越国的国君是否也是北方下人的后代呢? 一切又回到了越王室下雨之后的说法了。 如果这个说法要成立,那前面所说的四个不符合逻辑的地方,需要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一本古书给了这个谜团一个合理的答案。 在东汉时期,会计人赵叶广泛搜罗江淮河两者传说,写成吴岳春秋一书,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番新的发现。 根据这本书,绍康的数字名为吴鱼,但是传了十余事之后就绝四了。 后来有个本地人自称为吴鱼的后裔,被众民奉为奉祀继承人,这个人的王号为吴仁。 这个故事的信息量非常惊人,因为他揭示了绍康的后裔已经失国了, 华夏人在月帝的王系绝四了,这说明勾建并不是绍康的后裔,因此可以合理推断, 月王应该是月帝本土的月人,无人自称无鱼的后裔,也就是夏宇的后裔。 这个说法不断流传下去,最后就有了月王是夏宇的后裔的说法。 那么,月帝本土的人是哪里来的呢? 两主文化的发现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。 距今5300年至4000年期间,两主文化主要处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,刚好就是月国的地方。 这表明至少在夏商时期,古月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人居住,并产生了先进的文化。 因此,我们可以得出结论,月王不是夏宇的后裔,他是月帝本土的月人。 这个故事揭示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,也提供了关于月王绅士问题的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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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